Nathalie其實是一個媽媽界的典範 就算她不出鏡 她很健康 她依然保持那種少女 其實她有點傻大者 很難玩 沒有放棄 但她又是一個很可愛媽媽 她真的兩個女兒照顧周圍 車出車入圍 我本身是性格和心態 因為我本身喜歡玩 喜歡戶外 喜歡太陽 喜歡陽光 所以你叫我只在家裡照顧小孩 我真的會有抑鬱 那怎樣平衡呢 要有自己 因為身邊有朋友生小孩後 好像沒有自己的東西都是女兒和兒子走線 我覺得太過分 連你自己都放棄了自己 就沒有人幫到你 而且你保持自己的身形好一點 穿衣好一點 整個人都會開心 女兒都很誇張 媽媽那些 其實如果你一個孫婦 一個孫婦 說什麼都為我犧牲 可否我子女大過都會欺負你 其實真的 沒有人叫你為我犧牲 沒錯 很多父母或媽媽 就會覺得為你做那麼多 媽媽怎樣怎樣 其實那一刻兒子女大一點會覺得 其實我沒有叫你這樣做 其實我反而不想你這樣 你可否也有自己 如果小時候媽媽去學校 你也有些家長日 媽媽漂亮女女出來 女兒也會開心一點 你小伯父母真是漂亮到爆炸 他爸爸是很帥 拍很多廣告的 是嗎 最帥的爸爸是 你爸爸拍廣告就多於你 絕對比我 對 他很帥的 他拍很多 你小時候是否只是爸爸媽媽去家長日 或是後來放學你會很帥 你知道這件事是否影響了你 我小時候跟阿嬤大 所以又沒有這件事影響 不過可能是我自己的心態 我自己的心態 例如一百二十多萬的時候 每天洗澡都會看到自己的肚子 真的很不開心 我的衣服越穿越大件 然後又要鬆身 明明可能是小碼中碼 你知道我以前還是保持我 當時選港大尺寸的衣服 然後發現他穿到尺寸的衣服 很嚴重 我沒有試過 我的衣服仍然在這裏 然後我老公就把衣服弄光 我一定會收回 目標 對 我一定會收回 現在我可以穿全 很開心 是不是穿全 厲害 很開心 即是生前的衣服嗎 對 很厲害 我還有些衣服是十幾二十年前 其實是的 很多減肥血類史的人都說 你不要丟掉你的目標 即是你以前穿過的衣服 因為那個就是你要回去 你要告訴自己 怎樣從這裡回到那裏 你真的可以穿選港者時穿泳衣服嗎 那時穿泳衣服嗎 沒有的 沒有甚麼要保持 是的 是公司的 沒有得保持 不是 旗袍和泳衣服嗎 旗袍有 有沒有保持嗎 旗袍但我不知道他在哪裏 可以找出來穿泳衣服嗎 是的 我覺得一定可以 而且你現在還在說 不 其實也還欠六七磅 是的 但我反而覺得現在的減肥是健康的 健康和開心 而且他做給自己看 其實他不是做給別人看 是的 因為自己自我感覺很好 可以自信 是的 因為自己的心態很重要 你自己的心態也維持不了 那你對著子女怎樣 但你作為一個我們的港者 港者 是否真的覺得女人 怎樣也要生一個小孩才是一個女人 很多人很傳統都覺得怎樣也要生 你不生就好像是天積 我又不覺得是的 不過我不覺得每個女人都一定要生一個女兒 生一個女兒才算是女人 我覺得其實有很多沒有結婚 沒有生小孩的都可以很好 不過是看每一個人的心態 你呢 你那時為什麼這麼堅持 一定覺得都是要 我覺得如果不生小孩 我下半生都不知道怎樣說 我已經玩了 半世人 下半生沒有小孩給我 給你玩 也不知道做什麼好 是的 就是我的心態 反而你是很簡單的想法 不是那些傳宗節奏 因為其實我又不是事業心很重的人 說要怎樣有成就 可能有些好事業型的人 可能會犧牲婚姻或生小孩 其實我也想跟很多女生說 如果你真的想有寶寶 或是想結婚生小孩 就真的不要左右想又想 因為其實我也是很認得 由仔襯亂生小孩 我可能之前經常都有一些選擇困難症 所以我經常都左想右想 生小孩好 這個是否真命天子 太多事情想了 不向前往是不會知道之後發生什麼 我經常站在這裏想一大堆 然後就站在這裏 就沒有向前往 到我發覺年齡差不多了 未必需要太多計劃 就算走錯了 也不是一件晴天霹靂的大事 你走錯了 你有教訓 之後便會繼續走 總之不要停滯不遲 就是只顧著在這裏想 是的 我真的覺得如果女人是上生 因為有些人很有趣的 例如生完第一胎之後 第二胎一直都沒有 很想再繼續試 其實也不應該放棄 也應該要尋求一些方法 不一定是第一胎是自然的 第二胎是否可以自然的 是的 而且其實要很穩定 我覺得中西合璧好 因為始終中醫會調理你的身體 軟化的好 因為只靠西藥未必是完全最好 始終我們要相信我們的中醫 現在科技這麼先進 其實也很驚奇 例如我有一個朋友 他本身也是自奔 但男的身育有問題 女的身育也有問題 即是他有些子宮移位 其實本身兩個都很不適合生育 我們又拿了一些卵出來說 做人工 真的做事管嬰兒的一些 很辛苦才拿到第一胎 但第二胎是很好笑的 第二胎是沒有想著生育 因為第一胎已經很難 那麼辛苦 那個機會是很微的 然後醫生打電話說 你覺得胎是到期 因為他們可能不知放多少年 一個配件 你再說就要再給多一個配件 你算不算 即是也有幾十萬 那再要給就算吧 再試一次 因為第二胎又可以 但生出來的第二胎 比第一胎更精靈 即是超級精靈 即是像你第二胎 很可愛 很精靈 但有時就想 其實那一胎是不要的 其實是想著 你不算是不要的 那一胎是倒的 但突然想起那一胎是垃圾 變成一個這麼可愛的小孩 這個小孩挺有趣的 因為我們女人這麼多年 都未生過兒子 即是去到三年都未生過兒子 你這副機器已經開始 不動 然後你一生過第一胎 就再穿著 是的 兩樣都有 有些是白白的聲音 有些是卡在這裡 即是它本身的精靈和輪 已經是叫次等 因為第一個已經選擇 那顆好的出來 只剩下一點才算 即已經選了一次 那個次貨 你以為是次貨 很酷 你這樣說 超有趣 即是他父母有時都這樣說 你是次貨 即是可能很次貨 還打算倒進垃圾桶 就是哪一個人出來 千萬不要這樣跟他說回 對呀 很深 父母說一下小好了 自己收起來說好了 對小孩有些影響 不過我始終兩個是開心的 我看到你那兩個 最重要是兩姐妹 對呀 最重要是她們可以一起玩 又不用煩了 不是 那你就是 我會輕鬆一點 我剛才的角色變成大家姐 即是你一去的大姐姐 你戴著兩條嬰兒 輕鬆一點 一起玩 因為她兩個女兒的性格很有趣 一個是很文靜 很斯文 樣子就像Anathana 即是大女兒 小女兒 大女兒是乖的 我的性格是乖的 即是完全是處處讓共妹 很文靜 大女兒會想別人的感受 對呀 小女兒是很自愛的 很自愛的 對呀 很可愛的 會否叫回家姐 做甚麼你做甚麼 你這樣 或者即指一下姐姐 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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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有趣 她混合得挺勻的 大女兒的樣子像我 性格像老公 小女兒的樣子像老公 性格像我 即是喜歡玩一點 對呀 對呀 大女兒是很自愛的 即是她是一個漂亮 一個可愛 即是她小女兒是人見人愛 大女兒是女婚 美女 即是應該是選港姐的樣子 那你有沒有想到 她們長大 如果要選港姐 她們已經在家裡裝選 但其實我女兒是不喜歡的 已經可選 只要我給她玩 拿回床帶出來 你試試吧 反正媽媽選不到 你試試吧 她到時想怎樣就怎樣 沒有甚麼特別 即是你沒有特別抗拒 她進入娛樂圈 沒有 她上星期也有接了一個模特兒工作 即是拍照的 是姐姐嗎 是姐姐 是 你不會太抗拒 說你不能進入這個圈 還是怎樣 沒有特別抗拒 完全是自由損失 那你們的小朋友 現在兩個女兒各自喜歡做甚麼 她們喜歡做甚麼 她們喜歡玩 喜歡喜歡表演 唱歌 很小時候都喜歡唱歌 喜歡唱歌 喜歡唱歌 跳舞 小女兒也是表演 肉都挺 我未看到她們是否真的好 其實大女兒也有一點緊張 她的性格比較緊張 是的 小女兒就自由奔放很多 是的 是的 沒有什麼 即是順其自然 她們想怎樣 你也是一個很 freestyle的媽媽 我可以這樣說嗎 freestyle 我是希望她又有得玩 是的 又有讀書 你知道現在其實很難 要啊 我也是 這樣 Reading很重要 所以現在都要陪她 覺得陪伴也重要 要當然要